要到雅潭高原必須要從谷底密村開始走 然後一路向上爬你就會看到這一些赤浮點 按照這個赤浮點之後呢 你一路走上去就會到雅潭高原 進入雅潭高原之後要先去拿地圖碎片 這樣會比較好走 而雅潭高原的地圖碎片大概就位於圖中這個塔的位置 所以騎馬之後呢 一路衝過去你可能會遇到什麼 古龍啊或什麼鬼的都不用管它 就直接掠過 然後看到這個塔 然後拿起地圖碎片就可以了 在拿到地圖碎片之後就可以去拿琥珀星光 琥珀星光就位於地圖碎片右邊的山谷裡的位置 那從右邊騎馬過去之後呢 直接跳下山谷就可以 並不是很高 然後你就會看到在中央的地方 有一個雕像的位置 就有琥珀星光可以拿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